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视频咱们一就是带来新车哈舍骑雪橇 那今天这个视频的两个素材啊 主要体现这个车会反打是多么重要啊 这个车如果想玩好的话就必须要学会反打 而且反打还得熟练啊 看一下开局的话 咱们启动加速呢是有一定的优势啊 这里飘一下哎这给我抢铃跑走开 这里的前面啊有个非常 这里吃到两个小小皮 那这个威豪他不会反打 他导弹举着哎呀哇的亲朋友啊 你不会反打你就很吃亏哦 你导弹车不会反打的话呢 真的很难受的 那这里咱们直接是两个冰冻门子 来再给你一个冰冻门子啊 非常舒服啊 这里的话双吃哎呦我靠这个反应慢了 那本场比赛我的这个反应比较慢啊 我也不给自己找借口啊 就是因为年龄大了啊 也可以说是昨天晚上没睡好 那这里咱们手中又吃到一个保护盾 两个保护盾我有想摊一下啊 毕竟是好东西咱保护盾手中 但这边吃到一个磁铁 哎呀我应该复位的 好这里哎反应又慢了我去 好这里我 哎呀我被带了女帽子保护盾 哎哟我的太伤了 这波保护盾被偷了这里 我 啊 我不想多说什么 啊确实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吗 啊那这么咱们手中有个超级弹机啊 咱们直接往下冲看一下 这里吃点吸一下 那这个第一名啊 好像是个清风啊 被他跑出去了啊 咱们现操弹往前冲看一下 前面体现出这个车的反打的动不动 咱们这波直接打这个后面 哎又可以一键双方 就前面的有点瞒不到 但是他们手中有两个护盾啊 那这里又吃到一个冰冻导弹 然后直接再一键双方 这里刹车稍微刹一下哎 来爆吧 咱们这里保护盾手中后面的攻击 这里再选择一波反打 这个反打很关键 直接是停了两个人看到没有 在这里停住很关键啊 看一下 所以说前面的反打很重要的 那这的话我拿到第二名 但目前这个第一名灵魂领袖 咱们护盾手术 这里指导一个冰冻文子 咱冰冻文子放出去 看一下能不能打中 没有打中 这里也只吃到一个 咱们飞碟进行减速 然后超级弹器往前冲 我因为有这个星月锤 他面试能多减0.5秒的时间 看一下前面双持有点难了 因为被大魔王弄到 让这里冰冻文子能不能命中 nice 我感觉击回来了 你大概的手中 肯定是没有护盾的 没有没有加速 也没有加速 然后直接两个保护盾 开启游戏结束啊 完美 那这一把的话 第二圈的几个反打特别重要 导致后面的人就追不上啊 就是第一名的话就被我支配 很关键 所以说你看 这个车啊 学会反打是非常重要 那下一把的这个反打呢 其实更加的那个恶心啊 好 全场第一 MVP的话应该是 可能是被清风给拿走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反打 行 那我们给大家看下一个视频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 那这一把的话呢 这个反打呢 更加贱啊 特别是终点前的反打啊 确实是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贱 那这张地图的话 他比较的墨迹啊 本身一圈就比较长 而且的话要跑三圈 开局咱们启动加速 一就是有优势 这里直接双吃啊 好 有一个保护盾啊 放出下降皮 保护盾守住黄金闪电 然后这一波直接选择一波反打 看一下 但是我这里的话 也是吃了一个冰冻导弹的 其中一个超级弹器就白给了啊 那这里的话 又吃到一个磁铁 咱们这里先复位躲一下这个自爆 虽然说我鹦鹉能守这个自爆 但并不是百分百对吧 所以说还是稳妥一点 看一下 那这里的话 咱们此也吸一下 然后的话呢 这里的话超级弹器用掉 然后的话复位 再吃一个道具啊 这个复位是值得的 咱们拿到冰冻导弹 直接是一弹双发 可以命中 让弹器往前冲啊 那现在的话 我手里有一个冰冻导弹 咱们这个冰冻导弹 直接选择射这个灵跑啊 把他的盾给消耗掉 他前面有可能被打下来啊 但是后面的人没攻击他 没攻击他 我感觉他手后面的人是没道具的 所以说我这波弹器直接用掉了 看一下 那目前我数在第二名 这里的话直接只吃到一个 那我的话还是选择反打啊 因为反打可以射两个 但后面只有一个 我这边受到一个激光导弹 但是我这个导弹是命中了 给了我一个超弹 这里又一个冰冻导弹 非常的伤 这个冰冻导弹控制敌人时间 真的特别久啊 这里武士车走开 咱们弹器用掉啊 那有一个人是退出游戏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那这里的话我有个护盾 咱们护盾先守住 后面的攻击保护盾 先稍微留一下 看一下 好这里踩上这个劲道 那这里的话 咱们守住两个保护盾 好 我只要等后面人来打 我就可以了 但后面人不打 我前面这个要自爆了 咱们保护盾防御他这个自爆 这个导弹本来想 他第一名瞄不到 只要瞄他 把他的护盾先给骗掉 这里的话我吃到一个冰冻蚊子 我本来是想超过他 把这个冰冻蚊子放给第一名的 知道吗 但他不让我超过 不好意思朋友 那你自己吃吧 是吧 老老实实上我超过不就好了吗 但是他也不知道是吧 咱们放出飞碟 然后超弹往前冲 看一下 我只要把第一名追上就可以了 手中一个保护盾 一个白盾啊 好 飘一小分弄一下 护盾扔掉空中道具套 一个冰冻蚊子 看一下能否命中 冰冻蚊子是命中了 那这个第一名一下子 要被我追上了 看一下 这里的话 直接吃到一个冰冻水晒蛋 直接扔掉 然后冰冻蚊子直接放出去 宠物是守住这个闪电 冰冻蚊子命中成功 非常nice 这里 大家也可以看到 因为刚才这个是清风啊 所以说我刚才这个 心悦垂涮手 这个白名也是非常重 没守住的话 很有可能就高概率 产生自爆了 虽然说我有鹦鹉啊 那这的话 我有两个保护盾 前面的话 给大家展示一波复位反打 就有的时候 你不会反显 比如说我这波手中 然后回头先瞄着 瞄他瞄他 然后直接复位 这样子其实也行 但是会稍微损失一点的位置 会稍微损失一点 肯定是你正常的反向 反打的话来得更好一点 但是你如果实在不会反打 这样子也行 这里的话 我手中两个保护盾 前面最剑的时候要来了 因为我现在领先比较多 我要开始骚起来 我要把这两个保护盾 给用得好 然后我直接准备反向 来直接瞄一个 瞄两个 好 等着 好 瞄两个 然后再瞄两个爽 贼爽 终点前两个保护盾 没有浪费 两个冰冻挡蛋 也没有浪费 非常舒服 所以说这个车 会反打是非常重要的 会反打 这个车才能秀起来 这个车的上限才高起来 是不是 包括清风也是一样的 你不会反打的话 其实局限性是非常大的 全场第一架MVP 好 有人开始骂我了 很贱是吧 那我就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